推着大包小包行李 华航人道救援班机 21号早上从缅甸阳光出发 在傍晚凡底国门 机上82名乘客 将近六成都是台湾人 穿着全套防护衣的 则是外籍船员 现在都没检验就回来 因为都罢工了 因为整个缅甸的医护人员 公务人员 银行人员 全部都罢工了 缅甸这个情况 不是因为疫情 是因为整个政局 一些相关的安全性 所以在防疫上 缅甸现在其实没有特别 爆出特别严重的情况 所以在疫情上的考虑 并没有特别 虽然没有比照包机等级 出动化学兵消毒 但淘机不敢大意 出动清洁人员来回擦拭 入境旅客也要遵守 秋冬专案规定 他们进来之后 因为没有安排集中检疫所 就是会依他们先前申请的 看是要在家里 或是在防疫旅馆里面 做这个居家检疫 目前聚之是有28位 应该是没有所谓的检验报告 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所以没有严格的要求 但竟然还是要做自费的裁检 没有阴性报告的民众 入境后会带到户外筛检站 拆检 另外原定2月28回国的班机 已经取消 3月还有两班 民众若有返台规划 必须尽早联系 大新闻高龄 叶宜林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桃园报道